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从听书到看书》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套在网络上被誉为是心灵清淨机的韩剧《我是维密整理师》 剧集的整理师有别于其他同行,他们会在整理后将有需要转达的说话和物件转交给还活着的人 有一些是一直不敢表达的,有一些是离不及表达的,也有凶杀案的证据 我目前看了五集,由第一集开始已经有很多值得思想的地方 最初《维密整理师》只有两位,由爸爸和20岁的儿子可怜开始 儿子是一名患有阿斯伯格症的青年 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不喜欢拥抱 有排序的强迫症和自家地方的潔癖 爸爸在第一集时已经阴病逝世,由一名前科返叔叔上九 担当监護人继续维密整理的工作 而可怜亦有一位异性的朋友,树木亦是邻居 树木亦因为担心可怜会被叔叔欺负 所以也瞒着妈妈加入了维密整理的工作 监護人叔叔上九曾经因为打黑市拳赛,打得对方昏迷而入獄 他也有抽烟的习惯,而且非常邋遢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上如何磨合呢? 因为可怜的想法有别于常人,所以叔叔在担任监護人时 只能在客厅扎刑睡觉 剧集也透过维密整理,导出了很多我们遗忘的 认为不重要的事,也有被压榨的社会新鲜人 常常想念儿子而打电话但不敢出声的妈妈 求爱不遂而杀人的兇手 男医生和男带提琴手的戀爱 全部都是社会的宿景 虽然目前我只看了5集,但已经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地方 由第一集可怜的爸爸死亡已经很感触 当时就不断浮现剧中的那句 眼睛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只要你记得就永远都不会消失 身为维密整理师的可怜如何面对整理爸爸的维密呢? 他又能不能听到爸爸想转答给他的说话? 另外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剧集中的个案 有一名年轻人在一家工厂做实习, 共上之后主管就不允许请假, 基于无得到适当治疗的情况下而死亡 但公司就对年轻人的家人说出那些 因为他最后是在睡梦中猪死, 不属于工伤的说话, 在他的房间中, 有天天吃买一送一特家饭团的单据, 每月转账给妈妈做手术的传接, 有张便利帖上就写了他的小目标, 希望可以转为正职的员工。 希望转为正职员工这一点, 相信是不少刚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 为自己定下的目标, 简单或是希望人工可以到达某一个水平, 转为正职、离家独自生活等等。 但今天我们又是否忘记了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曾经自己很渴望想追求的事物呢? 另外一个男医生和男带提琴手的恋爱个案也非常深刻, 由于医生出生于军人世家, 所以家人很难接受, 儿子同性戀, 在死了后父亲还希望尽快将他的遗物处理掉, 生前得不到体量, 儿子死了后还只是顾及面子的问题。 后来可怜就问叔叔, 没办法理解他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人, 为何父母要反对他们相爱? 叔叔回答, 因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 谈的不是平凡的恋爱, 所以父母觉得很丢念。 而可怜依然不明白, 什么不是不懂爱的人才丢念吗? 爱一个人都是丢念的事情吗? 叔叔就说, 因为只要自己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 父母就会无条件地开始担心。 这一句不就是父母爱子女的盲点吗? 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错吗? 和性戀的人就等于做错事吗? 我们又怎样去定义对错呢? 另外这一集还有一幕是很深刻的, 可怜的朋友树木见到蓝医生的照片就说, 年轻碎器又是医生是独子, 父母的打击一定很大, 真是可惜了。 叔叔就回应了一句, 说什么人死了之后都是一样, 都是骗人的。 虽然人死了, 但他年轻碎器还是医生, 这一句不就是差别待遇吗? 就让我想起近这几年的社会风气, 有没有一些人死了, 我们会觉得很可惜, 有一些我们就会说抵死。 但我们怎样去判断哪些人是抵死? 如果不碎器,不年轻, 又是乞衣是否就抵死呢? 又或者我这句已经对乞衣构成歧视? 但这些歧视除了每天上映, 又有谁敢说自己没过类似的想法呢? 相反地, 乞衣去仇富又是否构成另一种歧视呢? 在大事上, 我们都明白社会上是不存在公平, 但我们仍要努力去争取我们认为正确的事。 在小事上, 小智个人爱表, 年龄和工作表现的关系, 家庭暴力等等, 这些不公平, 又有多少人为他们据你力真呢? 最后很期待看到劇集交代, 可怜面对整理爸爸维密的部分, 期待可怜能找到爸爸最想和他说的话, 不知道最后五集会不会有交代。 又或者身为病人和维密整理师的爸爸, 一早就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 最想和儿子说的话或者早早就已经赶出口了, 只是我们一直没在意, 就有如剧中所言, 如果没用心, 就会听不到。 从听书到看书推介劇集, 我是维密整理师。